大家好,我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本书 这个书的名字叫《科学管理原理》 是由美国著名的科学管理之父 叫弗尔德底克·温格洛泰勒的书 泰勒是美国古典管理学家 被后世称为科学管理之父 他在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书中提出了科学管理的理论 成为新的管理时代的标志 掀起了一场企业管理的变革 使得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早期工厂管理实践 向科学管理迈出了一大步 也在其后百年中激励和启示了无数管理者 即便在今天人们也任人感叹 管理需要回归泰勒 这个泰勒所倡导的科学管理原理 我读了之后 总体我感觉就是说 他对这个工作要进行一个分析 要分析工作 然后需要把原来的基于做公认 他自己基于自己的经验 这个基础之上来加入科学的分析 这里面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生铁搬运的案例 还有米德威尔钢铁厂的轻身经历 一和二 以及产工的案例 还有砌砖的案例 还有钢租检验 还有机械工厂这些案例 他通过实实在在的 这个原来很多的工人 甚至是这些工人当中 有了有着十年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做工作经验的人 都认为这个工作效率是不可能再提高了 但是他们这个泰勒在这些工厂 在通过这个生铁搬运 砌砌机械这些 就是说通过各种改进 能够最终的把这个 应该说工作效率提升了 高的 甚至能提高十倍 然后呢 这个工人的这个工资呢 从原来的这个比如说是当时工资比较低了 比如说只有一块一毛五的这个工资 因为当时应该是19世纪 能够上升到30%甚至60% 然后他的产能呢是提高了两倍 而他的升值更多 有的甚至提高十倍九倍等等 那他的工资是提高了30%和60% 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工人他获得的工资有提升了 所以他的积极性也上升了 而他的效率提升 他必然就是说这个产品 公司的产品呢 他的价格在市场上就有竞争力 所以他的这个企业的利润又上升了 这样的话呢 就是企业主和这个雇员呢 都是得利的 另外的话就随着工作效率的上升 他的产品的价格必然是相对要下降 实际上整个市场也就是说顾客也受益了 所以这个呢就是三方受益的一个这个安排 所以他最后在这个讲的说是科学管理啊 最终的受益者是全体人民 因为这个全体人民啊 是这个工厂以外的那些顾客 那其实都是也都是人民 所以最终就是大家都受益 是因为啊 效率上升之后 那么产品啊 这个价格下降 那大家都能买得买得起了 是吧 原来我们这里面有个细节 就是说当时很多工人 美国的工人啊 当时美国的工人也很穷啊 说只有在一些体面的场合才能穿鞋子 平常可能都不穿鞋子 但是他的制鞋降啊 他的制鞋的效益啊 效率提升价格下降 很多人就买更多的鞋子 那其实说啊 这个消费者 他更加买得起 那么市场就越来越扩大了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另外这里面也提到了 就是很多的工人一开始 他不愿意啊 就是说提高效率 因为呢 有很多的 其他的工人会认为 你提高了效率了 而我效率跟不上 我也可能被排挤掉 是吧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啊 很多啊 即使一开始想要提高效率 改善方法的人 会被其他的工人所排挤啊 甚至啊 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些细节 就是这个作者泰勒呢 他到一些工工厂去 是吧 那么这个有些工 那些工人啊 就会找他啊 就是说说一些威胁性的话啊 就是说 你你你怎么怎么样 我就让你啊 吃不了多着走啊 所以这个 这个呢 那是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里面 啊 他说 那 啊 freight freight就是作者 说 我们很高兴看到 你当我们的组长 你知道游戏规则吗 我们相信你不会当 寄贱制的走狗啊 寄贱 对不起 寄贱制呢 就是说 工人你做多少啊 就是说 然后你给付多少钱 呗 你是我们这边的 一切都好说 不过 如果你试图破坏 现在的任何工作节奏 你就等着 被我们扔出去吧 是吧 这是一个威胁性的话了 也就是说 这些工人都想要威胁他 想要把他排挤走 如果不敢 他不按照原来的 这种方式啊 去工作的话 但是呢 作者呢 啊 他毕竟是科学管理师傅嘛 他想要改变 他说 笔者有两个一般公投 所没有的优势 说来奇怪 这个优势都源自于笔者 并非出生于工人家庭 第一个 首先由于笔者 不是工人后代啊 这一个事实 公司老板相对啊 相信我 他发自内心的 比其他工人更热爱啊 我和比他工人更热爱工作 老板更相信我的这个汇报啊 就老板相信他 第二个呢 因为 就第二就是笔者啊 这个泰勒他曾经是一个工人啊 曾经他就是一个工人啊 和工人同事同住 是吧 所以就是说 工人们对我施加的压力 让我难以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与他们为敌 也就是说尽管啊 工人他会啊 不同意他的这个科学管理的一些改变 但是呢 他原来也是个工人啊 所以他也没有从啊 尽管他受到一些压力 但他内心他不会说真正的为 和他为敌 是吧 所以就是你看 尽管这个很多工人啊 当时我一上街 他们就叫我啊 创家和其他恶劣的外号 卖骂我的妻子 其他的孩子呢 对我的孩子呢 认识了 有一两次 我的工友好友 工人好友恳求我 不要沿着冷屁的小道 步行四公里回家 他们告诉我 再这么干下去 有什么危险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表现出懦弱 使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而不是减少风险 所以笔者通过那些朋友 告诉工厂里的其他工人 我还是每天晚上 会沿着铁轨步行回家 我不会带任何武器 他们可以向我开枪 打死我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这个泰勒啊 当时他要实行这些 他的想法啊 改进这个管理 也就是科学管理的 方法的时候 他遇到阻力 是非常大的 但是他非常的勇敢 是吧 不会被来自这些工人的 威胁 所退步 是吧 所以他说 经过三年的这个斗争 机器的产量 确实有了实质的增长 很多时候都翻倍了 是吧 所以就是说 我下定决心 以某种方式改变管理系统 使工人的利益 与管理者的利益一致 而非对立 因为当时过去 在这个科学管理方法 实行之前 工人和管理者的利益 是不一致的 所以他认为 就是说 破坏劳资双方的 和谐的最大原因 是在于管理层 不知道一个工人 一天合适的工作量 究竟是多少 是吧 所以他就采取了 各种研究的方法 是吧 包括比如说在 米德尔 米德尔贝尔钢铁厂 这些经历 说 在这个期间 他就是说要 首先要搞清楚 适合一个 劳动 重体的劳动工人 应该干段活 是吧 如果说你单纯的说 你干的多 我就拿的多 他有的工人 他就会 假设为了多拿钱 但是呢 人的体力呢 他都是 有限的 所以 而且你如果干 动脂力活的话 很快就要休息 是吧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 就 就发现 你如果说 坐一会儿 这个盖一会儿 体力活 然后稍微休息一会儿 然后再继续做 然后呢 整个每一次 班的这个重量呢 就不要那么重 比如说 重等重量 这样子的话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处理 整个一天下来 他单个的人 所搬的这个重量 搬的这个 石块的重量呢 是要比 以前的增加了 比如说是 百分之 这个 五十八 也就是说 原来认为 搬二 搬四十块 四十公斤 比较重 所以 现在的话呢 他就把那个重量 改为二十公斤 剪掉一半 但是呢 休息时间 也要改 说一个工人 一天原来 搬四十公斤 那么重 就是说 一个工人的 一天只能有 百分之四十的时间 用来负重 百分之五十七的时间 要完全休息 超过一半的时间 就休息 要不然干不动 但现在的话呢 如果一个工人 搬一的生铁重量 二十公斤 他每天用百分之五十八 的时间来 去工作 他百分之四十二的时间 用来休息 这样子的话是 比如说 你工作的时间 就相对于 比以前 以前多数百分之十五 是不是 原来百分之四十三 现在就百分之八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 他的工作量 时间上升了 所以就是说 说当载重 越轻的时候 工人一天 可以保持 负载工作的 这个时间比例 就越大 直到轻到 他可以负载 一整天 也不需要休息 轻到这个点 指引体力劳动者 极限的规律 就失效了 如果 就是说 需要发现 其他的规律了 知道 此时的工人的工作量 就是说 在所有 同类型的工作当中 必须经常 使工人的手臂 完全放松 也就是说 让工人休息 在一个人 负重很重的时候 他手臂的肌肉 会逐渐的衰竭 所以需要 经常给予休息 使血液回流的 主张重视 肌肉恢复正常 这些都是基本的 生理学的常识 那就是在当时 通过这个科学 应该说实验 做了好几次实验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这个实验 最终得出 很多的这个规律 另外的话 这个泰勒 也说 做相应的 比如说管理的方面 的调整 只能是循序渐进 不能一下子 就所谓的修课 这种方式 要不然的话 下面的工人 或者会反弹 所以他做这个方法 说是 一般都要 要四到五年的时间 最少也要 两到三年的时间 所以这样的变革 只能是循序渐进的 通过向工人 教授客观的课程 给工人培训 告知工人 新式管理方法 相对旧方法的 优越性 不能一出而就 是吧 就是说 当开始影响几个 影响工人的 这个变革措施 一定要做得 非常的慢 就是说 起初一次 只能应对 一个工人 直到这个工人 完全相信 新的方法 会给他带来 很大的收益之前 就是说 你不要硬来的 说 当公司的缘故 有超过四分之一 或者三分之一的人 都接收 从旧式的管理 到新式的管理 变革之后 就可以迅速推开了 所以这就是 四分之一 到三分之一的 这些人都接收的话 实际上就是 这段时间 相对比较慢 但是呢 他是 应该说 培养 自己这个 新的科学 管理方法的 一个支持者 当然也就是一种 舆论的 这个引导 这样的话呢 对于在这个公司里面 几百号人 三千号人 这样了 才最终就获得一些支持 才会支持你这个变革 所以就是说 这个泰勒 就警告 就是说 在起步前 一定要非常的慢 企业的变革 至少要 需要三到五年 才能完成 我觉得他这个 真的非常重要 另外的话 他提到了 一定要培养干部 是吧 有很多的 这个管理者 就是用一个方法去 可是你下面的 这些人呢 没有 所以就是说 那些变革者 没有花时间和精力 去培养职能领拜 或者导师 也就是那些适应 逐渐引导的 教育工人的人 所以就是说 任何一个企业呢 必须要 培养年轻干部 让自己的 整个这个管理体系 他后继有人 所以就是说 不考虑 科学管理的本质 而只应用 这个新式管理的方法 的机制 是没有用的 并且不顾之前的经验 试图缩短改制 所必须花费的时间 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应该承认 那些变革者们 是有能力 并且诚信 去做这件事情的 但是呢 失败并不是因为 他们的能力不足 而是因为 他们根本 干了一些 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一个是太仓促 另外一个是没有人 你没有培养 相应的干部 所以他说 逼着重生 除非公司 董事会 董事们完全理解 并相信科学管理的 基本原理 除非他们赞同 变革所需要 做的一切工作 尤其是需要 花费的时间 除非他们非常想 要做到科学管理 否则企业的 经理们 人们 经理人们 尤其是 工种比较复杂的 企业的管理者 不要贸人启动 管理方式的变革 我觉得他非常的 说得非常的好 这部分 OK 那 那我们看到 就是 他说这个科学管理机制 他说有一套 这个管理的机制 总共有12个元素 第一个就是 要实践研究 连同研究所需的 工具和方法 第二就是 职能领班 或者分工领班 及其相对于 角过去 就是单一领班的优势 第三 每个行业所用 劳动工具的标准化 每个工种的工人 动作行为的标准化 第四 设立一间计划室 或者一个计划部门的 必要性 第五 管理中的 这个例外原则 第六 使用计算尺和类似 能节省时间的工具 第六 给工人指示卡 第八 管理中的任务 概念 对成功完成任务的工人 给予一大笔奖金 第九 差别工资制 第十 对产成品的分类 和生产 使用的劳动工具的分类 设置辅助技艺系统 十一 日常工作制度 十二 现代成本制度等等 所以这是十二个相关的 这个所谓的体制 而且作者认为 他说科学管理 其本质包含着一个一种哲学 是四大管理的基础原理 所相互结合的产物 OK 所以这个科学管理 我觉得他的这个 最后就是说 这个科学管理 他说的本质 有四大基本的要素 所以这个科学管理本质 四大基本的要素 第一个就是有管理层 而不是工人发展了 相应的这技术改革 对每一个工人的每一个动作 进行严格的规定 对所有劳动工具和工作条件 进行完善和标准化 第二 通过仔细挑选和后续培训 把工人打造成一流的工人 把所有不愿意和不能采用 最好工作方法的人淘汰掉 选人和淘汰人 第二个就是人的问题 第三 通过管理层持续的帮助和督导 付给每一个干得快 且愿意服从指令的工人 一大笔奖金 把一流的工人 和相应的工作方法科学 结合起来 所以这个第三个 就是把这个奖励制度 和这个人的这个动机 掉落他的动机 然后呢 这个工作方法 结合起来 第四 把工作和职责 在工人和管理层之间 平摊 平摊分担 管理层几乎一整天 都在工人身边工作 帮助他们 鼓励他们 而不是从前那样 站在一边 几乎不给工人们任何帮助 把所有的工作方法 劳动工具 速度和关系 切的责任 全部扔给工人 就是 他这个里面呢 就提到 就是说管理层 几乎一整天 都在工人身边工作 帮助他们 鼓励他们 我觉得这个里面呢 他 这个教材里面提到了 就是说 我们很多人就觉得说 我要和工人 员工 来有一个什么 股权 说到了年底分红 这个泰勒认为呢 说你即使给予 这个工人 一些 比如说奖金啊 回馈啊 要比到了半年 或者一年之后 给他分红呢 给他心理上来的 这个激励效果更好 所以 就是说 需要科学的 管理 而且是要把这个工人 他的真正的这个积极性 调动起来 就是需要及时的鼓励他们 帮助他们 奖金 而不是 你你延后 你把这个 同样 有数量的这个奖金 你延后到半年 一年之后发开的话 他的心理的那个 激励的效果 就比较低 所以这里又是涉及了 人的心理学 管理心理学 所以他说说 不能忘记 这一切的背后 这一切的总结 总指挥 必须是一个 乐观 坚决果断 且努力工作的领导人 我觉得这个书呢 它是在1911年出版的 比现在是2020年 差不多就是 110年以前了 所以他说的话呢 到现在 还是非常非常的受益 所以它是叫 科学管理的原理 是原理 所以就在这个 几个原理基础之上 就是可以发展出什么 管理心理学呀 比如说 人力资源管理呀 薪酬管理呀 是吧 还有工作分析呀 是不是啊 就是他这个科学管理 有人讲就是任务管理 就是你的任务啊 是怎么 你的工作怎么分析 所以呢 而且本身这个 科学管理的原理 这本书里面 举到的好多例子 都是生产型企业相关的 是吧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说 日本的日本式的管理 做到精细化管理 所以应该说 很多的 我觉得他的原理 应该是源自于 这个叫科学管理 里面的 从这个里面的找出 很多